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姚迪入选试锦赛的14人名单还是颇有难度 目前姚迪已经回归到了天津女排的身体训练当中 通过姚迪母亲在短视频平台发布的视频可以看出 姚迪正在积极地坐着单车训练 另一边则是复工米亚男坐着力量训练 而在每周一次的日常训练课直播中 姚迪也现身球场 虽然没有和球队合练 但也抵达现场还和球迷进行了互动 前女排自由人现天津女排青年队教练王倩 还直接透露了姚迪近况和回归安排 他说姚迪正在积极康复 康复完成就会回到赛场 作为一名酒精沙场的老将 姚迪需要做的就是保证好自己的身体健康情况 至于高训练量则需要看自己的身体情况来定 毕竟他的技术已经成熟 不需要日复一日的去打磨 或许这也是姚迪久久没有出现在训练课上的原因之一 如今慢慢地回到队中 从基础的身体训练开始 也是为了更好的重新回到赛场 从国家队对二传的需要而言 姚迪向出战本届世锦赛和李莹莹双剑合并 还是非常有难度 首先 从身体方面来说 姚迪已长时间没有进行系统性训练 竞技状态肯定不如 刁林宇和丁霞两人 蔡边之前就有表示 国家队大门对任何人都敞开 但要达到比赛标准 现在姚迪的身体状况 应该还没有达到可能前往国家队训练的标准 接着 从技战术角度出发 姚迪稳健的传球风格并不讨蔡边的喜爱 蔡边在二传位置上有着自己的执念 那就是要灵活多变 传球快速 牺牲掉准度也没有关系 姚迪的传球风格偏慢 不太符合蔡边现在所要求的快变 在这 刁林宇现在的状态非常不错 龚小宇和李盈盈在他手上都展现出了不俗的攻击力 两人的进攻效率都明灭前茅 最后 从培养人才的角度出发 姚迪的年龄偏大 刁林宇现在已经稳稳占据一个主力位置 姚迪若想进入市井赛名单 就需要和丁霞竞争 两人在队的作用 其实都较为类似 那就是传帮代 一个是东京奥运周期的主力 一个是东京奥运周期的替补 所以无论是大赛经验 还是传球技术方面 丁霞都要更胜一筹 用丁霞做传帮代比姚迪要合适 所以结合上述三方面 姚迪无论是传球风格 竞技状态保持和培养人才角度来看 都很难进入到2022年市井赛的14人名单当中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